小伙伴们大家好啊 很高兴见到大家 今天我们村庄里面来了一个神秘的村民 现在我就要赶过去 一探究竟 他那边据说可以得到宝藏 就是这个村民了 别看他光枯涂的 这些地下通道可能就是大爆炸 老板你好啊 我要怎么参与这个游戏啊 看到旁边对应的绿宝石数量了吗 只要有足够的绿宝石 这样一来还不容易啊 那我这就过去寻找绿宝石 开着我的小电动车 速度也是非常的快啊 只要思想不滑坡 办法总比困难多 带上我的装备 准备好前往矿洞吧 但愿里面不会有什么危险 至于矿洞 就在村庄里面 位置也很好找 让我进来看看吧 这些都是啥呀 长成D&D的怪物 还好这些东西攻击性不高 不然的话 我可打不过你们 这次就用铁剑好好对付吧 引出来后一起攻击 速度还是挺快的 三两下就全部解决了 不知道如果用打火石 会是个什么效果 不管那么多的了 这样我反正就能够安安心心的挖矿呀 这个里面各种矿石 现在我只需要绿宝石就够了 还是很舒服的 那个村民挑战的地道 一共有三个 需要绿宝石数量 也就是加起来的数量 挖上十颗 应该刚刚好了 现在就是找村民老板吧 你好啊老板 我先从哪一个开始挑战呢 这个要看你自己的 我建议你藏最贵的 那我就从最便宜的开始吧 两个绿宝石的关卡 这个下面还有点岩浆呢 无情麻黑的 哦 直接进来了 这次地面全部都是岩浆 对面还有几把宝剑 真是太好了 只要安全的跳到对面去 我就能够获得那四把宝剑 这个不是赚大方了吗 成功抵达对岸 真是太棒了 这些宝剑 应该都有不同的效果吧 拿着试试看 怎么路还被堵住了 把这些木头挖掉 地面还有好多尖刺呢 真是没办法 那就只能够一步一步地跳过去 我靠靠 刺得我好痛啊 这些石头上面 也是有尖刺的 直接冲过去吧 问题不大 也算是平安过来了 就这点小企量 还想要堵满我 真是影响天开啊 可算是通关了 最后的奖励 是这个白色的裙子吧 看着也是很漂亮 戴着这个皇冠很配啊 分明我又出来了 准备挑战追跪的嘛 那就挑战第二个三颗绿宝石的关卡吧 真是太好玩了 这次的连地面都是岩浆 糟糕 这个仙人掌宝剑 居然拿着还会刺到我 不管了 接着去下面看看 到底给我设置了什么关卡 就是这个了嘛 对面的奖励 也是很耀眼啊 岩浆和泥土盔甲 我要从这些踏板上跑过去 直接边跳边跑 这些掉下去的 可都是TNT啊 如果我跑慢点 可也就葬身于此 最后一小段路也到了 岩浆和泥土的盔甲 可算是到手呀 穿着试试 盔甲程度 也算是很不错的了 看看后面 又吼 还有香蕉人 我也喜欢吃香蕉 这次没办法 只能够解决你们了 对不起了 我最喜欢的香蕉 直接把你们送走吧 这个香蕉人 怎么这么嚣张啊 居然还打不动你 那就继续吧 可算是下面了 旁边还有箱子 里面自然是 威力巨大的机箱 我三八菜 这个我还怕什么香蕉人啊 对了 不明还有一心相失 那不也是手到擒来嘛 都给我束手就擒吧 今天好好解决你们 冲冲冲啊 这股武器的子弹 消耗得有点夸呀 还剩下一只 也一起送走吧 可算是能够带上战利品 前往最后一关了呀 真是不容易 那就让我来见识见识 最后的关卡有多难吧 地狱传送门的地板 确实比较新银啊 那就让我来看看 这个不是小孩子的游乐设施吗 只要找到开门一马就行了 就是这几个数字了是吧 门后面还有一个村民 老板 你咋还跑下来了 需要给你挖取彩色矿石才给钥匙啊 旁边还有个熔岩宝剑 我就带着了 彩色矿石是吧 这个都在石头堆堆里面 挖起来也不算是很难 十颗都给你钥匙 快给我吧 我已经迫不及待 要看最后的宝藏了 就是这个样子吗 紧急通道 那我直接下去了 卧槽卧槽 宝藏 我来了 什么情况 宝藏里面都是垃圾 我上当了 这个村民还笑话我 我来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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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来说